这是一把真正的神功 用它呢一定可以射下太阳 只不过不是什么人 都能拉得开这张弓的 还真让太白金星给说对了 后裔根本拉不开这张弓 太好了 后裔 看你的了 好 后裔 神剑只有九支 一切就来看你了 嗯 词曲 距离 你个子老天 你放那么多太阳出来 你超死谁啊你 感觉你们都在上面凉快 你就不管这些人死活了 我宝娘哪次击败的贡品 不都是最好的 说翻脸你就翻脸 行 你不认识我 我还不认识你了呢 从今天以后 你休想从我们渡足 拿走一个贡品 连功能仗仗都不给你 行了行了行了 你个死的老天 你赢了 死我了你 在外面危险 外面危险屋里就不危险了 早晚都是个死 你个死的老天 我叫我骂你了 死老天 当家的 你快看看天上几个太阳 这个这个 少了一个 我眼睛没黄 没黄没黄 是少了一个 真少了一个 你看 真少了一个太阳 我刚才看见一个太阳 掉下去了 这儿有点太阳的下来啊 太阳的下来啊 太阳的下来啊 真是少了 真是少了 哎呀真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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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兵玉帝 天上那十个太阳 已被射落了一个 可是皇帝射下来的 不 玉帝 我什么也看不到 这全部都是顺本尔听到的 玉帝 射落太阳的并不是皇帝 而是一个凡人 凡人 对 是一个叫后裔的年轻人 是花神仙子亲自找的他 射多了 太套了了 哎 太棒了 射套了了 哎 继续射啊 好 再下来一个 后裔 继续射第三个 嗯 求上苍保佑后裔 为我们消除载火 平安归来 继续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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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哎 继续射一个 太好了 继续射两个太阳了 再剩下一个就正常了 哎呀 哎呀 真好 真好 啊 后裔把九个太阳 继续射下来的 嗯 玉帝 我已经知道了 这下好了 终于避过了 这场劫难哪 这下 对 可不是 花姐 没见了 二弗 你怎么做到的 我我就是想了一下 横顾大师留下的东西 都是宝贝啊 侯爷 你把这离十个也设下来 看着太阳我就来气 好 不能射 不能射了 不能射了 不能再射啊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拦我 土地 你跑来干嘛 仙子 这天上本就一个太阳 照耀万物生长 不能再射了 如果一个不剩 那可就麻烦了 说的有道理啊 我们这一高兴 就把这事给忘了 行 我们就留下一个太阳吧 这位老人家说得对啊 好在我没有一时冲动 万一真的射下来 我们就得生活在黑暗之中了 华生仙子 此事已了 我得赶紧回去向玉帝复命了 好啊 你回去告诉玉帝哥哥 让他查一查 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兄一定转告 后野英雄 把摄日神功还给我吧 华神仙子 太上老君 太上老头 你怎么也来了 仙子啊 老朽奉玉帝旨意 前来走一趟 这位就是设下九个太阳的后裔吧 我是后裔 你是何人 老朽太上老君 你立下奇功 玉帝想要召见你 你愿意跟我去天庭吗 玉帝 天庭 你也不用大惊小怪的 这么跟你说吧 玉帝都没拉开的神功 你拉开了 现在啊 你可是天人两界的大英雄啊 既然玉帝哥哥想要见你 你就去见见他 去那看看也不错啊 天庭 好 我跟你去 那 我们现在就走吧 等会儿 好容易来了你们两个法力高的 我也想回天天去看看 你们两个带上我和小五 不麻烦吧 嗯 这 什么这个那个的 老君啊 既然仙子想回去 咱们就一块儿回吧 好 仙子请 五公主请 好 侯义 你虽是凡人 但能拉开神功 设下九个太阳 为人间化解三天 灾难 这英雄二字 你当之无愧啊 多谢玉帝夸奖 我只是 谨离而为 你又超出常人之能 不知 你可愿到天庭为先啊 到天庭 你是说 我能当神仙吗 对 玉帝哥哥 你不是说过吗 我们不能干涉人家的事情啊 哎 后裔 他可是个凡人哦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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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 女娲娘娘曾有令 如有品性善良 本领高强 且对人间立下大功之凡人 可准许招到天庭 共享神仙之乐 侯义 你可愿意 我当然愿意 但是 我能不能多带一个人来 多带一个人 你要带谁 我的妻子 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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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她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她是不能上天成仙的 我只能承诺你一个人 哦 那多谢玉帝您的好意了 我不想当神仙 嫦娥是我的妻子 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请玉帝让我回去 我只想和我的妻子 团聚在一起 好吧 侯义 既然你执意不肯留下 我也不勉强你 你立了大功 想要什么奖赏 尽管说 我都答应你 您真的要赏赐我吗 嗯 要什么都可以吗 待说无妨 我就要这把设置神功 你要摄日神功 玉帝 神功乃是盘古大神的遗物所住 对天庭异议甚远 还是请玉帝赏给后裔别的吧 玉帝哥哥 你刚才可是明明说了 后裔想要什么 你就给他什么 他只不过是要了一把神功而已嘛 如果换成是我啊 我就要这座天公大殿 倒要看看你给不给 阿花 不要胡闹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后裔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这把神功呢 确实是一把好功 可是在我们天庭 谁能用得了呢 嗯 你们说啊 谁用得了啊 后裔能用这把神功 说明啊 他和这把神功是有缘分的 你们干吗要推三祖四的 好了阿花 你也别替后裔说话了 我并没有拒绝他 好吧 后裔 这把圣日神功和十之神剑 就赏赐于你 呃 希望你善用此功 且计 不可滥杀无辜啊 多谢玉帝 哎 怎么样 我说过的 要给你弄一把合手的弓箭啊 谢谢先祖成剑 不用客气 你呢还是叫我花姐比较亲切 花姐 后裔 你本性善良 我非常喜欢你 我也有一样小东西要送给你 这是一颗仙丹 凡人服下以后 可以立刻升仙 你若日后又想做神仙的话 便可服下此丹 谢谢王母娘娘 我知道娘娘的好意 但是 我心意已决 请娘娘收回仙丹吧 后裔 王母娘娘很少赏赐于人 她的仙丹在天庭 也是很宝贵的 后裔 面子该给还是要给的 你不想成仙 留着不吃就是了 那多谢娘娘赏赐仙丹 后裔真是受手若惊啊 这个后裔真是该死 怪我的好事 不过 多情像这样的对手 也挺有意思的 主人这次出去 莫非遇到了麻烦 麻烦 十个太阳的腋下 是主人所为 十个太阳 是我送给他们的见面礼 主人这么神通 我想知道主人下一步的打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要用净土的力量 提高我的修为 现在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你给我看好了龙太子 不许轻举妄动 老黄啊 你看这里已经是繁华四季了 这都是你培育出来的仙品 天庭已经越来越美 你为什么不能够回来享受这一切 非要留在人间受苦呢 我 没觉得在人间是受苦啊 再说 人间也有二哥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他还可以照顾我呢 就凭他 大哥 我怎么觉得 你不太愿意和二哥来往啊 你也知道 母亲有令 我们天上人间各守一方 二弟和我都很忙 实在没时间走动 可是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呢 玉帝哥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等我在人间办完了事情 我们一起去人间 咱们兄妹三个 是不是也该好好地团聚一下了 这恐怕 玉帝哥哥 你就答应我嘛 我求你了 好吧好吧 我尽量安排吧 到时再说 这些好了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大家不用担心了 世奴 皇帝真的这么厉害 连天上太阳都能摄下了 我听封后说 摄日之人并不是皇帝 不是二叔 花姐不是去找他了吗 这话既然由封后口中说出来 就不会有错 我猜想 摄日之人我们都认识 那应该会是谁啊 后裔 后裔 嫦娥 我回来了 后裔 师父 回来了 我让人找遍了 你和花姐她们都不在山顶 我担心你 做得太仓促 没能告诉你一声 你们知道吗 我上了趟天亭 还见到玉帝了呢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 你看 这把摄制神功 玉帝也赏赐给我了 话姐真没得说 我终于有把好功了 这么多好事 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冯萌 你快去打点猎物回来 咱们慰劳一下你师父 好 我这就去 师父 一会儿我回来 你得给我讲讲天生的神仙 都住什么样的屋子 你们要想听啊 我给你们讲三天三夜 瞧我这记性 没带弓箭怎么打猎啊 玉帝真的要留你做神仙 这是王母娘娘给我的仙丹 他说我什么时候愿意当神仙了 只要吃下他 便能够飞升而俱了 能做神仙 这是上天的恩赐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嫦娥 你是明白我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后衣绝对不会丢下你 去当什么神仙 只要咱们俩不能同去天庭 这个神仙不当也罢 后衣 我们在人间快乐的生活 便做神仙强百倍 这个箭单 你把它毁了吧 毁了他 我只是个山野女子 没有什么大的智晓 我只想看到你每天都开心 这仙丹我先替你留着 如果哪天 你想上天做神仙了 就把这个仙丹吃掉 我不会怪你的 你要这么说 这个仙丹留不得 我早知道拿它回来就是个麻烦 给我 这是天庭的宝物 我们不能随便糟蹋 后衣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虽然这个仙丹 离我都用不上 但我还是不忍心毁了它 那你就把它收好 不要再拿出来了 我们继续以前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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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 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好 我们出发 咱们好久没进山了 这次啊 一定要多打些猎物回来 你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们 前一阵子天灾作乱 我们村的食物也差不多都吃光了 这次恐怕 明天天黑以后才能回来 你们去吧 我在家做好饭菜等你们回来 师父 风猫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 今天起来就觉得不舒服 着凉了 那你留下来休息吧 别跟我去了 那怎么行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不在乎这一次 留下吧 就这么定了 嫦娥 你来照顾风猫 咱们走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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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萌 你身体好点了吗 我身体好多了 程小姐 我过来看看能帮你做点什么 不用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就可以了 好 你忙 好 花神仙子 这边请 花神仙子 请 这十个太阳就太烦了 大哥 玉帝哥哥 你找我 没听清 再说一遍 是啊 这次出现十个太阳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不但人间身受其害 连我天庭也受到波及 我已经按照玉帝的旨意 派人四处秘密查查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的头绪啊 不错 此事事关重大 天庭人间 毕竟还有我们未能掌握的事情 不找到事情的源头 恐怕日后天庭还要受到影响啊 就法力而言 造出一个太阳并非难事 我扪心自温 竭尽全力 最多也只能同时造四个 而造出九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玉帝哥哥 你是不是怀疑 那九个太阳是有人故意搞出来的 бOULD weil 他在朝北 有 сх remedy 你是故意留下来要偷东西的是不是 对 没错 快把仙丹交出来 仙丹 哪有什么仙丹 你听谁说的 少废话 我可什么都知道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不瞒你了 仙丹在你师父那里 等他回来了 我让他给你吧 你少骗我 师父昨天就把仙丹给了 仙丹现在就在你那儿 快交出来 冯蒙 你师父这么器重你 你竟然打仙丹的主意 器重我 他再怎么器重我 我也永远都是他徒弟 后裔才是天下第一神剑手 我冯蒙又算得了什么 仙丹是王母娘娘赏赐给你师父的 我做不了主 一切 等你师父回来再说吧 你是想拖延时间对吧 我告诉你 师父他明天天黑之前 根本不可能回来 我劝你还是乖乖交出仙丹 别逼我动手 冯蒙 以前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原来你是一只恶狼 难道你不怕你师父回来处置你吗 处置我 等我吃了仙丹以后 我可就是神仙了 他后裔再有本事 能拿神仙怎么样 少废话 还是乖乖的给我仙丹吧 你休想 给我 快给我 我不知道 我找到了 找到了 仙丹我终于找到了 你不能拿 给我 快给我 给我鞋单 给我鞋单 给我 鞋单是我的 谁组置我 他就得死 你拿出来 快 把鞋单交给我 你给不给 你赶快把鞋单给我 要不然你是跑不掉的 快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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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 你给我 世音上是我的 快给我拖出来 你 Toby 你 等等 哀 啊 哀 我这是怎么了 我停不下来了 我这是怎么了 我停不下来了 妈 后裔大哥 你看一箭双雕啊 大哥 今天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是 这些猎物 可够我们吃上十几天的了 后裔大哥 你看天上 那不是嫦娥姐吗 她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兄弟 兄弟 长王 长王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后裔 长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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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王 你为什么 长王 长王 你魏力 扭东 何花 妈 有专门的 为啥 侯依 我没有 我没有通知现在 我没有 侯依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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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有 在哪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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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浩玉 浩玉 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 任何可能都是存在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人的法力 岂不是比玉笛哥哥你还要厉害呀 华神仙子说得不错 这正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有如此高深法力的人 除了女娲娘娘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吧 怎么会啊 连女娲娘娘也 先子不要误会 女娲娘娘神牛天脉不知所踪 她是不会来伤害自己子女的 不过这件事过于奇怪 不能不让人猜测 或许这只是一次天生异象而已 我们都多虑了 谨慎一点也是好的 阿华 我希望你在人间暗中留意一下 我听说了神农的事情 一个凡人居然能拥有 与神仙抗空的力量 还有后裔 这都是超乎我想象的 看来人间不可琢磨的事情 还不止于此 你在人间 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人和事 要立即和天庭联系 从现在起 我允许你随时返回天庭 不必等得取得真水之后 好吧 不过玉笛哥哥 我觉得你也想得太多了 但是我答应你 我一定帮你暗中留意 有凡人飞升成仙了 会是谁呢 这可能是一个想成为神仙的凡人 会不会是后裔赤了仙丹 也不应该啊 他怎么会舍得下嫦娥呢 对凡人而言 还有什么比成为神仙的诱惑更大的 这个人不使得路 已经飞到了空旷寒冷的月亮上了 走 去看看 好 走 后裔 后裔 嫦娥 花神仙子 嫦娥 花神仙子 是你啊 我这是在哪里啊 你就是后裔的妻子 嫦娥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你吃了仙丹 后裔让你吃的 你不会是瞒着后裔吃的仙丹吧 不是我 是冯蒙 他假装生病 等后裔他们出去打猎以后 就来抢仙丹 我一时着急 就把仙丹放进嘴里了 谁知道这仙丹入口即化 我想吐也吐不出来 花神仙子 你帮帮我 我不想当神仙 我要跟后裔在一起 玉帝哥哥 你看这事儿 你别看我 我也没办法 你听说个神仙能变回凡人的吗 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嫦娥 玉帝哥哥说的都是真的 你做不回凡人了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你别着急 一定有办法的 你回不去怎么办呢 你回不去 可以让后裔上天天来啊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花神仙子 你一定要帮我 玉帝哥哥 你就成全了嫦娥吧 嫦娥死尊仙丹已是不该 怎能一次再多给后裔一颗仙丹 这样的话 岂不是乱了套 不会的 不会的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阿华 此地万不可开 你呢也不要再说了 玉帝 求你了 起来吧 我虽身为玉帝 但也无能为例 腾娥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仙子了 起来吧 你就暂时在此安身吧 我赐你一座广寒宫 供你再次安心 我赐你一座广寒宫 供你在此安心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嫦娥一个人在广寒宫孤苦伶仃的 我觉得呢 把后裔接到天庭来是最好的办法 你也知道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玉帝哥哥 我求你了 帮个忙吧 除非 除非 除非有条件对不对 那你说吧 我会做的 除非我交代你的事情 你能够查清楚 也算是大功一尽 我因此赏死你和仙丹 在仲仙面前也说得过去 那万一事情的根源不在人间呢 天庭我太熟悉了 在这个世上 如果还有什么我看不透的地方 也只有人间了 母后 七丫头 你来看母后了 母后 最近一直没来看您 都是忙着设计新史的衣服 母后您看 我给您做了一件新衣服 真好看 这是您亲手做的 那当然了 这可是我为母后您亲手做的呢 母后 我们赶快去试试吧 好 试试 那我们赶快走啊 快点嘛 走 走 来 姑姑 拿到手了 嗯 太好了 走去广汉宫 嗯 啊 谢谢你 化神仙子 我呢 让这只玉兔 先替后裔陪陪你 我这次去人间 正去把后裔给带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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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师父 长河姐姐她飞走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快告诉我 我 我 我就看见 她拿一个小药丸 然后 犹豫了很久她就吃了 接着她就飞走了 不可能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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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吃仙丹 难道你就贪图做个神仙吗 师父 你说长河姐成神仙了 是你们 是你们给了我仙丹 是你们拆散了我和嫦娥 我要报复我 我要报复 我要你们永远处于黑暗当中 住手 侯爷 当初玉帝赐给你这把圣日神光 是要你维护天人两界的吗 是你们引诱了它 是你们 侯爷 你听我说呀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嫦娥是为了保护仙丹 不小心才误吞下去的 保护仙丹 不错 真正想偷吃仙丹的 是冯蒙 冯蒙 冯蒙呢 冯蒙呢 冯蒙 冯蒙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嫦娥现在住在广寒宫 大丫头她们几个会照顾她的 花姐 你真的能帮我们 我花神答应过的事情 什么时候没有算过数啊 我相信花姐 这次救走冯蒙的 又是那个能发出怪声音的东西啊 嗯 上次救走洪姑娘和龙太子的 也是那个东西 上次我没太在意 现在想起来 这个怪东西还真是非常可疑 先是赤突然有了强大的力量 然后洪姑娘的法力也大增 接连两次出现的这个怪东西 她的能力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看来玉帝哥哥猜得不错 人家果然是深不可测啊 花姐 有什么用得找我的地方 尽管说 好 还真是需要你帮忙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你们看啊 就走冯蒙的这个怪东西 总是来去无踪影 侯爷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忙找到他 行 我天生嗅觉灵敏 大力的时候 也经常靠这个本事寻猎物 每个人身上也都有不同的细微 既然冯蒙是被那个怪物带走的 我就从冯蒙下手 也许能发现那个怪东西的下落 好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好 好 谢主人自我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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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